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美国Dance留学频道 这是美国乡村一个非常普通的公立学校的高中 这个设施是非常好的 你如果进去之后就会觉得 它整体像中国的四星级宾馆 里面的餐厅 还有礼堂 体育馆 这些设施 都是非常先进的 现在正是下学的时间 校车都在这等着来接学生了 它是分成各个线路的 在美国公立学校 你无论住在哪 这个校车都会到你家门口 几乎都是家门口 我们这边都是家门口 有的地方 它也是几家门口 集中一个站点 但是你都是可以从你家里走路到这个站点 然后接你去上下学的 所以今天上午有一个家长跟我说 他说这个 一个人带孩子 这个 一个人带孩子很累啊 每天还要接送孩子啊 开车接送孩子 下学之后呢 还要给孩子做饭 还要辅导孩子写作业啊 而且中国呢 主要是如果你接送孩子的话 每天早晨送下午接的话 确实在干其他的工作就受影响了 你比如说你这下午下学三四点钟 还没有到下班的时间呢 那你就要去接送孩子 时间长了之后 恐怕领导对你也有意见 除非你是自由职业者 还比较好安排一些 但总之吧 很多家长都是说 他们接送孩子啊 养育这一两个孩子的话 搞得非常疲惫 把大人简直就耗得精疲力尽的 但是美国养一个孩子是 很容易的 他很多家庭或者他就不要孩子 或者他要孩子的话 很多是三个啊 两个是 还算少的呢 一个的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 好多是三个的啊 因为 三个 其实养三个孩子 他们可以一起玩 彼此互相照顾 你还不用刷家庭 这个家长管了 年长的孩子就可以 看着年幼的孩子 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 他比较孤单 然后呢 小的也没有大的来看管 这个 主要就是美国这个孩子 他上下学 都有校车接送 这样就省了家长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 还有就是除了这个接送啊 校车来帮你解决之外 还有就是这个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辅导功课的问题 有的家长说过去晚上要送孩子去学习班 这个学习班呢 就是啊 培训班啊 培训班 呃 又要送又要接的 你想家长工作一天本身就很累了啊 你再去 晚上再去送孩子去这个补习班 就更累了 这个 现在后来呢 可能是取消了这个补习班了 取消补习班之后呢 说面临一个更严峻的问题 就是你要花高额的费用 去请私人老师上门来给你孩子讲课 那样一说一次这一晚上 可能就要四五百块钱呀 这对于家长来说 又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为谁都想让自己的孩子 什么学的 嗨 嗨 这是小小小小的教授 你好吗 你好吗 好 我只是学习 一些孩子们都在担心 因为他们觉得你们在拍摄 或者是在拍摄 或者是在拍摄 嗯 嗯